好 这里是阿拉雷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的现场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在这个加勒比海 可能有很多人听过 有很多美丽的这个国家了 可是他们国家呢 有一种叫黄金护照 哎呦 我们都没听过有黄金护照 但是呢 这听起来是漂亮的 是好听的 但事实上我觉得是 这个有罪犯的一个天堂的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在台湾卷款这么多钱的人 三十几亿的人 就跑去这里拿了黄金护照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报道者的记者 好好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欢迎一下我们的孔德莲 德莲好 玉芬姐好 大家好 好 这次的这个报道者的一个报道 我觉得很重要 你们好像跟OCCRP啊 一起来这个揭秘 这个黄金护照的问题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会跟这个OCCRP合作 其实因为他们是一个跨国的调查 这个组织犯罪跟贪腐的一个全球的组织 那大部分成员都是记者 那我们刚好在这一次的合作里面 就是透过这个帕书这些资料 刚好就发现到这个 运用这个加勒比海的黄金护照的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那个诈骗那一段 好不好 因为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很会讲话 然后当然有媒体的一个推波助澜 不管是出书或者是采访 然后他就红了 那红了以后就开课 然后开课了以后就赚了很多钱 然后就成为老师 然后他也骗了那么多钱 骗了那么多钱之后人不见了 大家会觉得奇怪 人怎么会凭空不见的嘛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他是怎么样的这个骗大家的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过程 真的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像他自己称呼自己为一个财商教练 或者是财商老师这样子 那他当初一开始是 其实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就开始以房地产投资出名 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教大家去投资一些中古屋的物件 你要怎么选啊 然后你的地点怎么选啊 你要选几楼啊 户型怎么样 可能会卖的比较好啊 就是这种很基本的一些观念的传授这样子 那他一开始就在开始开课 还是开在麦当劳这种 他等于是用自己的兴趣去跟大家讲而已 对那只是说后来 他这个房地产的名声就做得很大嘛 那就变成他开始收学生 可能就是一次就几百个人这样子 然后就开一个大堂大堂的课 那既然你学生这么多了 你只教这个房地产够吗 或者是你一堂课两个小时 然后你每一周都要上 你房地产可以讲多久 对那后来就当然就看到他就是变成 他从这个房地产的讲师 转变为这个财商教练 那他就是等于是在传授各种赚钱秘诀这样子 而且他强调就是学校没有教的 可是说实在的我们一般人就一看就会觉得说 这不是旁门左道吗 叫你去贷款 然后这个用比较假的薪资 对不对 垫高你的收入 然后去借更多 去跟银行借更多的钱出来 这些都不是正规的 这有些是骗人的 我觉得这些赚钱秘诀里面真的是很多旁门左道 比如说他会叫你去 比如说你把户籍签到金门 签到马祖去 然后每年去领那个高粱酒 然后拿去卖钱 或者是他叫你去哪里去买什么名牌包 或者是叫你去 去去去去 比如排队一些东西 或者是像刚刚玉芬姐讲的就是 他叫你去造假你的薪资条 然后去跟银行贷款 我觉得这些东西 他当然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 或许是一个比较OK的分享 可是到后来就越走越偏 对那这些东西 我想也是因为真的有人去做 那有赚到一点 银头小利 那就让大家相信说 比如说 把黄金磨成粉这种东西是可能的 对我刚才问你说你有沒有看过 我还看过他们的影片 那到底是怎样 是真的还是假的 说什么去买黄金 然后就把黄金磨成粉末 然后就带出去 带出去高价的地方就把它卖掉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然后还说因为这个不能录音不能录影 也不能讲黄金 讲巧克力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现在当然回想起来听起来觉得蛮扯的 那他的说法当然是因为黄金 可能在不同国家有价差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个价差 意思是他可能就说你某A我给你五万块 然后负担你的旅费 然后比如说你去印度好了 然后就带这个黄金 然后在那边把它磨成粉 然后这个金粉再把它用一些化学的原理 把它染成咖啡色 然后混在这个咖啡粉里面 然后这样带到其他国家去卖 还看过这个影片是那个影片我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反正他就是把这个金粉透过一些化学的程序 然后就变成一个黑色的粉末 那现在去回想那你觉得很扯啊 那这个黑色粉末你跟这个咖啡渣混在一起之后 你要怎么去分离 分离完你要怎么去熔炼 然后你要怎么重新把它变回一个可以卖的金块也好 就是这东西听起来是蛮离谱 可是他当时候宣称他的报酬率一年有20% 最低20最高36% 我看到就是说你给我100万 你隔年就可以拿136万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反而不是这个黄金的这个过程 而是他所保证的高利率这样子 大家都不会去想 就像你刚讲的那个黄金那要怎么带出去 然后怎么磨成粉 然后怎么样这个跟咖啡渣分离 然后怎么样又再还原成黄金 大家都不想吗 然后带出去到底会不会这个海关会被卡住 你就有访问人他真的愿意去带耶 对其实我 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王派宏好了 他的大家对他的信仰是很高的 就变成他可能前面累积了这么多东西 信仰你用信仰 对就比如说前面房地产东西有人真的照他讲的赚到钱了 或者是这些赚钱的秘诀真的赚到钱了 那后来他讲什么他可能就都信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觉得要赚到钱说实在最厉害的是当时的市场并不是他 我觉得其实最厉害的是他收这么多学生 然后大家他说什么大家都相信 而且他做了一个他的体系嘛 他发自己的有点像是货币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把这一套 他是有组织型的想要犯罪吗 他先走灰色地段对不对 我当然没有办法说他前面就一定说好我要准备要诈欺了 可是他的确就是往组织的这样子方式去走 因为他 他的确是捐款检逃啦 是对那他也等于是成立了2000公司嘛 这两个公司就是卖课程嘛 然后在这个课程上你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是他在他的课程上就是你参加人 你缴10万20万你还可以开店 开店就是在那个课程的会场你可以卖东西 然后就是他端出很多这种保证获利的方式来让大家相信 然后那个会场啊或是他每一场演讲活动 你还可以几点啊 你还可以换东西啊 你还可以有自己的钱啊或干嘛 我觉得他就是像是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吧 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善道 我不认识啦 但看你这样的一个报道 然后看到他真的是一个行销奇才呀 但他就是我们常讲就是很多诈骗都走歪路了 对你这么聪明你不能够好好去一家公司做行销 或你开一家公司你好好做行销 可是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吸金吸了这么多人还收会费嘛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老师的安慰 人家老师跑去加勒比海逍遥去了 我们待会先来聊你采访的几个年轻人啊 他们的一个做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要持续跟报道者的记者孔德莲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刚有讲到一些老师 那我们讲这个王派宏的一个案例 他有很多死忠的这些学生嘛 我印象比较深刻 是你有采访一个学生 其实他是我们必须讲 他大学研究所都是念财经的 对那他为什么会相信呢 在采访他的过程中 他当然就是一开始其实也会对这些所谓的赚钱 就是对他们来讲有点像是旁门左道嘛 一开始有怀疑 那在他的例子身上是他的确是有按照王派宏 这边的投资房产的一些建议去做 那做完之后他觉得好像这个房产可以做到 为什么其他领域不能 他就变成有一点慢慢去相信他 然后在其他方面也想要去尝试这样子 所以像刚刚讲的他是一步一步一步 就是慢慢铺成这个信任的 可是他应该没什么钱吧 就是念大学念研究所的 能够有多少钱去做房地产的投资啊 可是就像就像他那时候被被骗一样 他最多也是拿出可能十万这样子 对啊你大学打工或是你从小到大存的钱 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个钱啊 那我觉得比较可怕当然就是 其实你不管是学生也好 或是你一般上班族 或是你有比较高的资产的人 其实都很容易就是落入现在的这种很多 投资诈骗的陷阱里面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 对啊 那他也是照着他老师跟他教的 对不对 用各种的方式 然后去不花一毛钱 然后就想办法去赚钱了 他的例子比较是他赚钱 是因为他投资那个 等于是买一个套房嘛 然后出租这样子 对那这个套房当然他可能就跟家里借钱什么去买 那这个可能是或许就台湾人来讲是蛮常见的 可是其他的部分他到底有没有去进入 比如说像刚讲的那些赚钱秘诀里面去做这事情 其实他这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样子 只是他有被说服是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黄金的部分 他本来是想要亲自去印度走一趟就是带这个黄金这样子 对有被说服 那有去吗没去 他还没去之前老师就跑路了 老师跑了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你采访啊 他就说他看到身边的学员在贷款的时候贷得很夸张啊 便利商店的店员的薪水可以拿到机师薪水一样的贷款额度 他说好险我是学生我没办法带 对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蛮夸张 而且就是已经走火入魔到这样了嘛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课堂上分享就是 当然就是你要是投资这些你要有本嘛 那你本怎么来 那你去跟银行借是最快的方法 可是一般就是银行你他要做联征或干嘛的 你当然就是有一些东西要给银行看嘛 那他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 他就是鼓吹大家去做薪资条 那怎么做他就说我这边有认识的人可以介绍给你 反正就做三个月的薪资条 比如说你本来月薪或许三万 他帮你做到二十万这样子 然后让银行去相信 但详细上怎么去做到这事情 就是我觉得只有等抓到王派宏本人回来才会知道 可是这样的做法在这个状态下是蛮普遍的 就是他鼓吹大家去有更多的本 那有这个本之后你可以就来跟我买 跟我王派宏本人去投资各式各样的项目 比如说刚刚讲的走私黄金或是做各种不同的投资 而且后来到最后 其实大家可能这些学生们或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那个王派宏他已经开始说好那我就帮你们投资了 对你们就给我钱了 对不对 对 就开始给我五十万十万对不对 就他这已经开始在吸金了 其实这是一个蛮警觉的步骤了 因为可能像比如说我们采访了检察官 那检察官常办这种案件 他也说就是其实到这种时候 他已经是要做吸金的尾巴了 就变成就是可能他前面承诺了 那个高的利息他付不出来 所以我现在创办一个小额投资方案 你只要十万二十万大额的五十到一百这样子 反正你钱全部投给我 然后我保证更高的利息给你 那只是这个可能就是他把过去他这个吸金的过程做一个总结 我可能就吸到了好我就走了 他根本也不管你这个什么投资到底赚不赚钱 对他吸金就表示他已经有一些意图了啦 我觉得检察官应该也判断的出来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采访的这个幼府他就退了嘛 对不对他没有嘛 还好险他学生他没钱嘛 对我觉得真的好险是没钱 但有人就上钩啦 其实蛮多人上钩的 因为最后总计他的这个吸金的金额是34亿新台币嘛 我的天呐台湾这好有钱哦 动不动一吸金一片就好几好几亿好几十亿耶 对啊然后就像前阵子 比如说那个奥峰也是有有争议嘛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保证获利 对只要你要只要端出这个 然后你前面一年或者是前面半年有拿到这个钱 我觉得他就会相信 大家就相信说他说的 就算是5%也好 8%也好10%也好 反正越高越好他就会把钱拿出来投进去 所以我觉得你们又采访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印惠凡啊 是 他说呢其实在财商圈有一个很简单的生存法则 想赚钱你就想办法当老师 因为学生就是一掏钱 不管你交房地产外汇股票 反正最后呢都不是你的看家本领 都是学生的学费 哇这讲的真的是活生生血淋淋耶 对那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每一次他都要找一个20%年习以上的方案 就是你自己想要贪快嘛 是 所以你永远就被人家这个骗嘛 这真的是骗啊 哪有办法能够赚赚这么多啊 因为我想这个印大哥他为什么那么 他是男生啊 对他是男生 他的性蛮特别的 就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悟 因为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报导者的记者孔德莲 我们把这一篇的一个报导 就是在台湾诈欺了34亿元 然后跑掉的一个故事 那么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看到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个采访 待会我们会聊到这个多米尼克 那我们先聊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人 他有提到就是老师就是这样子嘛 你多厉害 你其实就是赚学生的钱 然后学生呢 当然就是要找那个20%的 如果你愿意其实在网络上学 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你就慢慢的去找那种5%的稳稳的赚 我觉得你也OK 但是你就会被骗 那你觉得这个硬会烦 你采访他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理解 因为他过去也曾经待过王派宏旗下 那我想他应该是对这种赚钱的模式 就是有他自己我觉得是蛮深刻的观察 对那就是说你以投资人来讲好了 你说一般去学员好了 我5%10%这样慢慢赚 当然可以求一个稳定嘛 可是今天有5%跟20%的东西 把在你前面你要选哪一个 你当然选20%啊 那你买有这个20%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要老师站在老师的理想 为什么不要找更多人来赚这个20% 那他可以收汇费啊 因为比如说像王派宏这个 他账面上有大概8000个学员 那每一个人收的这个汇费是4万块哦 哦这么高啊 对啊那他光收汇源费就多少钱了 然后不包含他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 额外的你要再听什么投资黄金的方案 或投资什么其他的方案 或是你要做什么其他的投资 你要额外给他钱 就是这个生意模式 比如说在这种 比如走偏的这种财商圈里面来说 他当然就是会变成一个吸睛的一个机器这样 嗯对啊 因为我看到我后来看你的报导嘛 那幼府后来就是那年轻人嘛 他也有投资10万啊 也是血本无归啊 对啊他只是觉得说啊这种这种超额的利润 跟那个贩毒一样啊 对只是只对利润这么高嘛 对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是投资还是贩毒啊 我觉得他们是有些人其实会意识到这个是有问题的 但是就赌嘛 我觉得是赌赌看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嗯那我可能小比小比4 10万20万或许有的人50万 那我赌赌看我赌对了有了 我就前面就赚到 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自己不是那个老鼠的尾巴 自己可以抢先跑 对那我觉得这些心态都是其实这几年也也我们也接触过这么多诈骗的案件嘛 那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心态有些当然不知道 可是大家都很想要赶快赚大钱 然后忽视这些风险 对的确是这样 而且你似乎也不管他是不是正当的 对这个钱到底是你其实老师是诈骗 你自己也是个小诈骗啊 对你骗银行的人骗他的薪资对不对 然后你骗这个骗那个你自己也在骗啊 你都没有想过吗 这是一个共犯结构啊 然后现在大家在教室里面就等啊老师老师怎么不来 当心老师安慰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其实你是担心你的钱都回不来了 对我看到你那个场景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其实很无奈啊 嗯对啊 这是我们也当然会觉得就是 这个诈骗当然一部分就是大家想要赚钱嘛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一点啊 不要看到比如说20%你就哇什么就OK这样子 媒体不用负责任吗 当然要啊 对啊我刚才在跟你讲 我说奇怪了就是你那个清管会是有管 是有管分析师的 对你分析师如果乱讲我给你撤照啊 你要几个月不能够那个啊 对不对上电视不能够乱讲啊 可是这些老师不用我分析师执照耶 金管会也管不了媒体 对金管会也管不了媒体 NCC也管不了媒体 对啊 我说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是这些人他们就是 呃在外面闯荡嘛就是背了一个这个媒体的背书嘛 名号啊出书啊上电视啊或干嘛的就是这东西当然可能对一般人就觉得哦他好像是一个还OK哦有上过电视这样子可是其实说实在啦就是假设我是一般投资我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征兆或者是他讲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信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这些媒体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对嘛对啊因为有一些人他出书大约是呃就是出版社邀请但有些人出书是我自己花钱出书哎对对对我自费出书嘛然后我就出了书啊然后你就觉得我有点知名度啊因为我是作家对不对然后我是老师然后我是教练然后我教你怎么做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来乱搞了 因为台湾其实要诈骗蛮简单的对啊我觉得其实过去好多年来都有这样的状况然后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当然就是之前也有谈过就是越来越多那种在社群媒体上有很多那种炫富嘛比如说我要一个跑车或一个钱或干嘛的就是说哎我现在做跟我一起做微商或做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变得越来越有点像是那种 呃很偏门的直销或者是旁视骗局的做法这样子就变得好像我只要秀出钱来给你看就好而不是我的专业我的证兆反正会给你丢一叠钱在你面前你要不要相信相信跟我走这样子嗯哎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毕业呃大概一年两年吧我同学找我去说呃要去听一个很棒的演讲然后我到会场的时候吓坏那个跑车许武那个讲师哦是开那种 跑车许武保蓝色的打排我这啵亮的跑车然后竟然还放干冰哦哈哈哈我现在想到就这样子就他就告诉你说他多成功然后他才三十几岁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没几岁嘛就还对二十五六岁他已经很成功了他已经赚很多钱了他还秀出他的什么存折啊那其实就是告诉你要加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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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销我觉得就是到现在可能也没什么变哈哈哈因为我我记得我前几年也有去去过一个类似的 嗯他本来是说什么是一个什么分享会结果变成是老师也是排场话大家鼓掌啊然后拉拉炮啊这样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讲他的这个成功学对然后灌大家忌汤说哎我这样子没有很好的经历都可以那你们也可以那我就个诀窍是什么那大家就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很正向的这种感觉嗯对你有被迷惑啊没有哈哈哈报导者薪水这么高啊没有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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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你们觉得你没有被迷惑的关键是什么嗯因为听不下去哈哈哈觉得实在是太太扯了对太扯了对可是有人就会相信然后就会希望说啊这个好运的也能够落在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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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都有听过说警方会引渡回国嘛那现在还有这种引渡回国这样的说法吗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孔德莲来聊一聊就是坏人在台湾犯罪了捐款潜逃了对不对那跑出去之后我们总结果想办法要把他抓回来嘛以前我们还有听过那个引渡回来的对不对那现在还有吗当然引渡当然就是可能双方国家可能要有一个司法互助的协议嘛那或者是说两方其实有一些 实质上的联系其实如果没有官方的联系你试一下可能因为像我们的不管是调查局也好或是警察也好在在境外都会派出一些联络官啦那就是他们的任务当然就是会去跟当地的一些机构法制机构去打关系那有一些时候能够互助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可是就像是比如说前阵子有调查就说现在台湾有5.8万快6万的通气犯是失踪的嘛那这些人到底要怎么去抓或者是他真的到国外之后能不能就是顺利的在可能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带回来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一方面当然是台湾的处境啦二方面当然也是说这个东西其实牵扯到一个蛮复杂的问题就是 处境是怎样我们没有邦交国没有什么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司法互助 那这个本来就很难做那比如说你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跟国家好说我们现在有个逃犯去那边你你愿不愿意帮忙 人家根本不理你啊那你要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那除非你跟之前跟他有互动有认识才有才有可能不然大多数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能赌啊有时候他刚好入境到一个我们有邦交或有合作关系的地方的时候或许对方就会通知我们那这个就是不是必定是这样对 那他们跑出去都没有什么风声吗都抓不到吗 我觉得像这个王派宏他他出去他其实就是突然间他在台湾就蒸发了就不见了他本来还要开课嘛他都已经派好下午在台南哪里要上课就他突然就不见了他不见是他的什么大地址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突然这样消失了对啊那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也不是只有王派宏一个人嘛之前那个贵妇奈奈也是不见了对对对或者是很多 这种气宝潜逃的案例也是这样他可能就坐船啊或者是他甚至就是直接大啦啦坐飞机他就出去了对啊那就 这个状况其实是还蛮常见的 那出去以后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看你们这次是讲那个加勒比海 那这次会讲到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因为一个东西像我们刚刚讲那个黄金护照嘛他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投资入籍计划意思就是你只要拿出多少钱在比如说加勒比海某一个国家你只要投资多少钱你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国籍就成为他们的国民可以取得他们的护照这样子 那在台湾又正好是我们可以有第二本护照嘛可以接受双重国籍嘛 对那就变成说很多人利用这样的方式很多犯罪者啦利用这样的方式去他等于取得第二个人身的身份他可以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讲到的在这个加勒比海里面的这个多米尼克这个国家 你只要最低投资10万美金然后或者是买这个20到25万的美元的地产在当地买对你就可以有他们的身份然后他们护照 然后他们护照可以在全球144个国家你都可以很畅行无阻这样子这样太不公平了 对不对他犯了错不过那时候就是他要出去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被被被被被通气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当然可以拿着护照就明知道快要出事了对不对我就先买了护照 我就买了机票带着护照就出去了对因为他这个状况是他可能通气前就出去嘛那出去之后他他他一被通信他可能护照或干嘛的会被注记或注销 可是他在国外他有多米尼克护照他其实哪里都可以去啊或是人家就觉得他是一个多米尼克的人 那也他的身份上或是他的旅游或干嘛的也很方便 这个也是他们去取得这个黄金护照的原因 那就是都没有这种国际的一个组织来谴责一下你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人能够入籍这件事情吗 因为说实话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投资入籍计划在很多国家也有 那西班牙也有葡萄亚亚之前英国也有那投资入籍的本意当然是要为本国的经济或是这个部分带来促进嘛 那只是说他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背景调查嘛然后去做 那你好歹也要有个良民证吧 对不对以前不是像什么加拿大什么哪里也有投资移民 我有同学也是去投资移民还有技术移民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你要有没有在本国没有犯罪证明 对嘛你至少要有一个没有犯罪证明嘛 那这些都已经被发布通计了 对可是就变成可能在加利比亚这些国家 其实这个部分并没有做的这么详细 因为毕竟像多米尼克这个国家好了 他的这个投资入籍计划的收入 就占他的GDP的四分之一 天哪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你说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如果去加强他做这个DT的力度 他会不会就是损失他这个这个获益 这个可能是也是一个他们并没有做的非常详细的原因 我看到你们的标题还说这是犯罪者们的第二人生 你骗了钱然后你可以再去那边 对啊对以他的案例来说 他带着这个34亿元好了 是几辈子啊 对啊他只花了几百万 然后他可以买一个新的身份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第二人生啊 他可以再拿可以去地中海啊加勒比海啊 或是深耕去跑一跑去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这个 这应该把他抓回来关到死 对前提是我们如果真的抓到他的话 可是他真的入籍到那个多米尼克了嘛 因为我看你们还去爬梳一些资料对不对 然后有对照到他就是王派宏跟那个谢靖怡嘛 就你们对照他的英文名字好像是有找到的嘛 对就这一次的调查里面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在多米尼克发布的官方公报里面 就找到他们两个的名字 你好厉害啊还要去爬梳一下 可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塞浦路斯 人家有检举耶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报道者的记者孔德莲来聊一聊 说实在那个当然八千多人这个损失很惨重嘛 所以他们也成立一个自救会的群组嘛 然后当然他们也在恳求大家的协助 他说因为王派宏跟他太太谢靖怡啊 已经搭乘法国航空班机已经出发了 卷了几十亿逃到法国去造成我们数千人财务极大的损失 如果您看见此两人请拍下并通知我们啊 这自救会这样写有用吗 他们有翻成英文啊 就是可能或许在其他国家人看到 maybe会有一点点帮助吧 但主要还是要考量 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司法机构能不能去 就是寻求协助嘛 那你把这两个名字拼对了 然后也觉得应该是啦 应该是他们啦 那然后能够怎么做呢 就他们的确到了多明尼克去啦 应该讲说我们能够做的当然就是知道 或许是知道现在这两个人在国际上 或许移动或是他们出现的时候 是多明尼克的身份 那我们的做法当然是把这些资讯 跟我们的执法机关讲嘛 那或许他们在其他国家有一些联络官 或是有一些驻外的单位的时候 可以或许有机会可以追踪到这两个人的行踪 这样子等他们到 比如说或许他们真的是去到泰国也好 或是进了亚洲其他国家有合作 那或许在他们出境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扣下来 这样子 那希望啦 就老天有眼了 可是我有看到你的报导当中也讲到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也是一个投资移民的天堂 那当然他们也接受这样的一个投资移民 可是听说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罪犯的话 他也把他取消那个公民的资格 那看起来是有guards 对我觉得对于当然对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是毕竟他们发护照给这些人 他当然就是要承受来自全球的压力 那比如说塞浦路斯的这个取消的这个动作里面 就包含一些做炸棋的通气犯 那当然里面最出名的是当初那个一马案的柳特佐 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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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变成其实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对这个事情是感冒的啦 也会施压啦对那哦原来是外界施压 对对对对对会还是会有个压力 会让他们去做一些再次的审查 可是这个基数非常庞大 你比如说以多米尼克来说好了 他可能发的是将近十万本护照出去了 给这个外籍人你到底要怎么去去去 等于是去再去详细调查 我觉得是一个蛮浩大的工作 嗯而且台湾又比较小 我们去叫叫叫叫叫叫叫 他会不会理我们 这个就很难说了 所以他们也不大 但对但我觉得啦 就是说那除了台湾之外 那其他的国家能不能联合起来 把这种黄金的护照给他打破呢 呃这个其实在这几年一直都有讨论 那包含就是欧盟在2019年的时候 在他们的几个委员会里面就有讨论过这个议题 那他当时候他们的决议就是希望就是取消账的状况 那后来就变成但是英国先取消他的投资入籍的东西嘛 然后他们也希望是如果真的要做 其实你的背景调查真的是必须要做到非常详尽 你不要让这个本来是一个投资计划的这个方式 变成是一个漏洞嘛 那在很多国家 或是在我们这次跟OCCRP合作的态度上 他们都认为就是这个东西的漏洞还是应该要被堵住 因为真的太多人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犯罪的逃避的手段 对啊因为你只要能够飞出去 你只要能够买到他们的护照 你就可以在那边开启第二人声 之前赚到的都不算 然后reset一下就可以了 这看起来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当然我们国内也我们至少有外交部 有刑事警察局嘛 这是要加油 但我觉得国际上应该要给他们一些压力 不然的话说实在这些罪犯到了这个国家 加勒比海会平静吗 海盗会比很多 对因为在这一次我们其实合作的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讲到的不只是逃犯 还有很多是政治犯 也就是他可能是在国际上被制裁的一些人 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商人 石油商人或者是在比如说他是跟恐怖组织相关的人 他提供资源给这恐怖组织 好了就是这些人也会利用这样子的护照来取得第二身份 那就变成他的漏洞是范围是非常广的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可能当然逃犯这个他的影响力就稍微更小一点 但是这个漏洞还是必须要全面的去做围堵这样 对啊希望他能够被围堵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消息不是最近 这已经好久了嘛 是对不对已经发生了三年 人家都已经快乐逍遥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查到公报像王派宏夫妻 他们取得身份是2017年嘛 那距今也五六年了 他可能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了 就是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有可能抓到他们吗 或是这些34亿有可能拿回来一部分吗 这个当然都是就是现在看起来 但是有一点晚了啦 那自救会的你有去接触过吗 有我有接触过 那他们大概的年龄层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财富 大概最大的损失有多少 年龄层的话其实蛮广的 就像其中几个采访的对象他很年轻 那也有那种已经退休的人 对那其实年龄蛮广的 那损失的话就是蛮常听到有人 是投那种几百万或是一千万那种金额 对就等于是把一部分的这个退休金 或是甚至听到有人就是卖房子 就把钱投进去给他做投资 这样子就是这个 所以他这个金额才会累积的这么多 然后这么快这么大 天啊把房子都给卖了 或是抵押了这样子 然后呢反正他又会认为说 反正卖了以后我赚了这么多钱 要买什么豪宅没有啊 对啊或许就觉得那个保证获利是能够让他 再翻一倍这样子 这个要自救也遥遥无期了啦 里面大概大家应该也死心了吧 对就是他其实在我们采访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在运作 那变成只是 没有在运作啦 对没有可能零星几个人有一些消息会贴出来这样子而已 对啊因为毕竟从事发可能1819年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嘛 那我想很多人是放弃了 那也没有办法这样 因为只要人跑出去了 你当然没办法啦 对于冤有头债有主的嘛 人都跑了 你再怎么想办法也没办法了 就只能看天了 看老天爷有眼 然后就在哪里就把他们逮住了 那只要外交部要广发他们的照片 然后他们的那个名字啊 其实看你们的一个采访报导 我老觉得是就有点蓄意了啦 这应该都是有计划好的 你说他跑出去吗 其实我觉得是蛮 你护照怎么买的啊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对不对 人家你还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你就飞出去了 因为在王派宏之前在交里面的投资的 这个赚钱秘诀里面 他就有抢道是要大家就是赚到钱的人 赶快去做这个投资入籍的计划 在他的光碟里面就有教大家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或许从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然后他也提早做准备 好坏蛋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报导者的记者孔德莲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诈骗真的很多 要提醒大家小心一点 不要走这个歪图了 谢谢孔莲 谢谢 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 radio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